各位早上,歡迎收看這節的即市公諒 我是林志棠,我是林志棠 現在邀請Stanley跟我們聊,Stay你好 提提大家,如果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來204-6566問我們專家意見 又或者出問題的電郵 去到ASK-BSchannel.com 或者WhatsApp到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都在做直播 大家可以按讚和分享這條片 有問題,下落留言會盡快解釋大家 先向大家望望港股最新走勢 行指升219點,最新升23989點 國企指數升105點,最新升9554點 大市成交338億多 那時又彈上去24000附近 Stanley,昨天美股表現得不錯 特朗普出了院 但有些手勢或表情專家 就覺得他好像沒什麼自信 醫生又覺得 又說他可能有些隱瞞病情 所以這件事都麻煩 我都覺得是 我今天看了他的片 我又覺得他好像 他的呼吸都不是很順 我一個普通人看 問題是 這件事都很詭異 因為在前途上 如果你回去上個星期五 你又去確診 然後到了好像 昨天來說 你說的是幾天時間 有些人好像開玩笑 就是因為他總統 有些人好像說 每個人都可能有很多的 可惡備致 令他肯好 但問題是 在這個疫情之下 我又真的不覺得 總統這個有些加持 就好像李總統 所以這些東西 又可能有些厲害的東西 可以好得到 我又不覺得這樣 所以 整件事又變得很奇怪 究竟是特朗普現在 身體狀況 他本身是很強壯的 所以那些菌 就搞不到 還是說 其實真的死慘呢 真的我都不知道 所以變成你說 現在那個情況 是很鬼死 你有什麼想法都可以的 你可能說 有些之前說 陰謀論 說他可能是 是假裝病的 我想 我有一天想 真的還是假的 你怎麼可以 這麼快 你想想 我之前經常說 是老人家 總身這個病 很麻煩 他真的沒有東西 這一下 所以這一下 金金 都說出了 我想說的東西 突然之間 他又很容易的 引用 真的不知道怎樣 整件事 因為這件事太過快 我意思是 你想想 大家原先 都真的覺得 阿都可能要選牌 你看到他現在說 有什麼就說 再去辯論 那些事情 大哥不要玩 你想想 你想想 現在整個團隊 基本上 個個都好像中銷一樣 整件事本來看 我覺得是 很奇怪 資深演員 都是演員 不是 都是 但你怎麼可以 你怎麼可以 那些事情 你真的要 到時候 你呼吸好像很喘 很吹 你真的要見得到 或者不是一個很 consistent 一個頻率的呼吸 或者是 不像他 以前出來的 那個情況 是有些不像他 完全不同 所以整件事 那個情況 有點擔心 是反的 反而 你說之前 你說安心 你住一個星期 大家都可能會覺得 都沒有 都可能會好些 但你現在 反而這件事 很古怪 又出來 走去走去 又搶走 我覺得整件事很古怪 都真是不奇怪的 但問題 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變成你之後 那個 辯論 又不知道做不做 還有你現在這樣假的話 即是 touch through 說句 突然間 有些什麼 又要進醫院的話 你的肺 就變得很 很溫暖 其實現在 我覺得現在都亂 你昨晚 如果你有美股 因為他說 可以沒有事 好像佩提潘騰 那樣的話 我覺得是亂來的 是 怎麼可能這樣 但是他的民望 又好像都OK 有些民調就說 他在六角搖擺州份 和全國的民意 又領先拜登 所以你問我 初途我都會 有沒有同情分加 會不會 個別州份會有 還有 因為我覺得他現在 那個玩法是怎樣 他類似 就被人覺得 就是說 我是一個 就是 怎麼說 就是 他之前有些片 出來說他類似 什麼又是 病人都照在那裡 在那裡 看文件那些東西 還有現在有一個好返 你如果以一個 美國人的那些 民族性去看 的話 我船頭上去都去 好像很堅囂 很不好的 我又有危力得屈 我覺得是有些 同情分是會給他的 是 但問題也這麼說 就是 有些人不是說 我抵他死的那些 就是從事 那些 你就想想 立三一層 那我真的抵他 就是 我們都會說 都可以預算他中 是什麼時候 就是 變成反映是說 這個叫做 疫情之下 他那個 那個叫做 做得不好 這件事 也是真的 所以整件事 真是 很詭異 現在帶來 因為市場又回到24,000 要不要做好風險管理 如果特朗普的病情 有什麼反覆 美股都會受這些消息影響 一定 而且美股 我真的覺得 如果昨天那一刻升 就是昨天那些消息 那些消息都很厲害 是真的因為特朗普沒有什麼 整件事 我會覺得 美股那麼兒戲 不是吧 就是這件事 我會覺得 古怪了一些 那些風險管理怎麼做呢 就是 去買一些美金 還是 美元資產 現在 還是 因為那些金 或者金價 那些價錢 那些價錢 最近都不太懂得 怎麼去想 打回一些 但是又打不起 但是傳統 你用來避險那些 你假設一個市場 有什麼意欲 就會升 但是因為美金太強了 是 所以令到現在都不懂得玩金 其實沒有 我都說了一件事 就是 大家都覺得金價不會跌的 經常會跌的 就是現在這樣的情況 你想想之前 哪一個都說什麼 美金不行 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 那時候我都說的 怎麼會不行 你回頭 怎麼會有事 如果這樣的時間 他很合理 整件事都很合理 但是現在特朗普這件事 其實 我前途上 很問心 你真的不知道會怎樣 你問我 他接著會怎樣 真的不知道 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的身體狀況 你真的沒有人比他更清楚 他可能選死撐 拖血都不理 你吹他不唱 但是問題是說 現在變了 對這件事 對選情的影響是怎樣 甚至大家有沒有辯論 我覺得是看這些 現在你真的 現在你靠估計 大家怎麼知道 那個狀況是怎樣 先說一句 現在其實市場 剛才都說到 彈回去24000這些附近 有拿了 之前可能是薄反彈的 很聰明 薄反彈的那些 又需不需要減持 去做一些風險管理 也好 減榜我覺得是對的 剩下少許利益才好 都很對的 減榜的做法都很對的 都合理的 不過我看看 真的 要減些什麼呢 如果特朗普 病情有什麼反覆 倒是倒是倒是哪些 科技股先 沒有了 倒是倒是倒了 真的 你想想這幾天的時間 你全部都是彈的 其實你都沒有說分 哪些淡哪些不彈 反而晶片 打算晶片 隔晚的時間 我都說糞 我今早先跟同事說 我跟朋友說 他類似說 哎呀有些股份 因為之前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我還沒跟大家說 我的425的敏實 原來這陣子真的升得傻 今天那些汽車股都升了 是呀 然後他類似說 哎呀之前沒有聽你說 我說不要緊 這些東西不能夠說 我都沒有買 而且我都跟他說 沒有的 那麼多東西 你要兼顧 那麼多東西你要看 你看漏了一些 實在沒有在一起 但是我都說 我昨天台積店都打上來 我都說 上次星哥都說買的 但我都沒有買 是 是 真的沒有辦法 還有高衛電子都很厲害 我想說 不好意思 昨天有朋友打過來問 這些股份 我昨天都輕視了 我都說 沒有啊 類似說 你要搬去搬去搬得好 所以昨天我說 叫過朋友 我說好像 不要搬去 我覺得好像是 不過金銀都買了 金銀都買了 金銀買了3.6天 但是今早我看到 他那個派息 我都下一條 為什麼他可以派得這麼厲害 派多錢 怎麼說呢 他派過金銀呢 派93仙 特別息 其實呢 這個為了一些惡言 最主要就是 如果你看公司本身 因為我今早都找到他中期的業績 中期的業績 裡面都有他那個 叫做到六月底的時間 他那個現金 收入現金有多少 那麼 他大概1億3千萬美金 你見到這條數 大概都是十幾億港幣 十幾億港幣 十億 十幾億港幣 差不多這個數 但是你想一下 現在他派8億出去 其實是誇張的 基本上你可以說 將他的一些 的現金 差不多所有的現金都扔了出來 又不知所有 扔了大部分 只剩一億多 兩億 你當作兩億港幣 這樣 那你說 所以你嚇我這些惡言 我都沒有預計過 他會這樣派息 但是因為你的派息 如果他這樣派息 那一定有些古怪 因為他自己本身 他持續大股東 持續四成多股權 其實不多 派給自己 你可以這樣想 但是其實某程度上 因為他的控股權 並不是好像佔八成、七成 其實佔的數目 他不算大得多 你說他派給自己 機會都是大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當公司派了錢之後 就是派了這些轉型之後 我不知道公司 它之後會有什麼部署 因為按道理 其實你說如果還有一些 叫電子這類公司的話 其實你的錢 某程度上 就是用來發展的 因為你一定要做很多R&D 甚至乎就是說 可能你建議 我們說5G 之後那些新的世代 有很多一些電子產品 可能會推陳出身 但是按道理 這麼多錢的話 某程度上 應該是用來做一些研發的 但是當然公司 這張利益有錢 他可能說我喜歡派 派都沒有什麼 但是我沒有想過他派得這麼誇張 所以變成現在 沒有啊 走不走人 其實金金有一樣東西 你要選一條數 其實他昨天那一刻已經爆上去 這一刻我都留下大概是 叫做之前 3.36左右 這位置 爆上去 昨天收3.7億多 之後今天再收上去 你這樣計算了 如果以昨天的時間 即是上星期 我們說放假之前的時間 3.3億多 如果你把派的額色 我當你派一元 用這樣算 這樣算 你這樣算的時間 大概是4.3億多 但是你的股價 今早上的時間 是4.6億多 即是你這樣算 這個數 選這個數 是過3 即是他的升幅 已經是升特了派額的數 所以按道理的話 其實貿易程度上 你今早上見到他的價 是高於 大概4.3億多 其實你應該要沽了他的 即是用簡單的方法 這樣算的話 還有就是說 如果你的公司本身 今次這樣派發 我真是不知道 之後的時間 它會 不如這樣說 還是有其他一些動作會做 所以我不知道買得多不多 但如果你可以的話 這些位置可以先吃一半壺 我覺得會安全一點 那會好一點 好 金金可以參考一下Sandy的意見 都恭喜你 真的很厲害 金金每次都是一些 所以要臨升之前 就買中了那些股份 另外 又說一下 101 今天那些生物醫藥的科技股 很厲害 那些什麼 中生和若明 有升6% 有些二、三線的 百世神州的 升近一成 曾經有創新高 愛康醫療那些 也是很厲害 101之前 經常都說這隻 都有得彈一下 但是我想長瘡 做一些奧元 又不打算 講一些生物醫藥的科技股 先講一些生物醫藥科技股 又有些資金流入這些板塊 之前都很久沒有試過這樣去炒 有60% 之前就說 咦咦咦咦咦 但又剩下一排 現在又重新流入這些板塊 可不可以有 這個聲勢可不可以持續到 整個板塊去看 如果純粹資金流向 可以再追溯一下 不過我想說 今天的時間 其實市 反而今天很重要 市場升得不算多 但是你見到股份很多 我們說之前熱炒那些 一些藥股 甚至乎物館股 反而今天都可以彈一下 你見到那個勢 氣氛上又好像有些改善 我覺得又好像OK一些 還有一些指標性 好像2、4、1那些 通常2、4、1這些 它的價格做得比較好 這樣都反映了整個板塊的氣氛 是OK的 因為這隻其實都有些 有些少許參考性 所以如果純粹以一個 又是短線去看的話 駁這些板塊這些股份 我覺得都可以厚一厚的 不過是短線 可能你當 因為星期五有筆水 但你當可能星期二 因為星期二 你不可能先炒多一兩日課 因為A股回來服侍之後 我會覺得 真的要看看A股怎麼走 不過你看到這幾天的時間 A50那些 都有一彈的 可能對A股也有些 如果服侍的時間有些幫助 因為人民幣價打上來 對他們有些 可能對於中資股有些影響 但是應該是買一些 今天比較強勢的股份 還是買一些應該可以追落後的股份 即是今天落後少許的股份 落後的股份 例如呢 例如龍頭那些 什麼中生制約 若明那些不是升很多 中生制約算 這隻就算了 這隻真的過圖 以至到整間公司 基本面都不是不行的 這隻 那就是應該買一些強勢的 強勢那些 那些會好一點 那些是二、三線的 哪些 6160 這隻升了很多 是啊 那些CC都這麼厲害 這些真的無謂 裂口法升上去 不過這些應該有消息 應該有消息 但是那些是要買的 可能不趕快 可能有些升得過不過份 這些可能好些 之前我記得金金 不知道金金和Ronald叫不就行了 若明這些 我都說可以看上去 買了圖靈 雙底 雙底 為什麼若明可以想一想 雙底 嗯嗯嗯 3759 還沒 3759 康農法成 這些是 這些我也覺得OK 但是如果那個圖漂亮 剛剛只是若明 真的漂亮 真的雙底 這個圖 很漂亮 這些圖 是 如果看圖 就簡直是若明 大家可以參考 對 真的漂亮 225 可以嗎 225 3759 都想買 但是想留些錢買美股 我有這種心態 哈哈 我們想買美股 好過 嗯嗯 3759 OK 我之前跟大家講過 我說 可能法成和若明這些 他們做的業務是比較獨特的 我覺得OK 其實是 嗯嗯嗯 好 買了 那拿著它 OK 哈哈 金金眼光好的 就是 另外 Stanley 怎麼看美金 還有彈員會下一點 還有看特朗普 也是看特朗普 彈員會下一點 當然 SQ 轉了 10 一定有機會的 昨天 你一下 你見昨天晚上 其實科技股股 真的厲害 昨天升得 頗厲害 晶片股 你見 剛剛都說 台積電那些 還有ASML 都打了上去 都 跟現在的位置 都去一些前那些附近 加上昨天 真的有些 真的 激鬼氣 哈哈 算了 美金 它打完再下 但是 這一下打 我覺得它會有 不過 今個星期好像會公開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議息會議的紀錄 好像是 我現在沒有記錯的話 看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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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什麼 說法 不過你預料都沒有什麼 反而是 阿特朗普那壇 阿特朗普 但阿特朗普 假設有些什麼 做一些什麼 進一步 不行的話 反而 美金會升 真的 所以如果你想 買其他 那些 那些貨幣的話 不如再等等 不要那麼急著 因為美金 我覺得這一下 升上來都應該 沒那麼快 真的 真的 我還沒那麼快 原住 金金 是81元買些什麼 可以買 TSM 現在是 OK 好 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胡小姐 電話在旁邊 胡小姐你好 左上 左上 我想問 我問 763 是 我是28元有貨 我想問今天 他升婚送 可不可以扣貨 你不信 28元有個中興 但是這些板塊都一般 這算是指洩 胡小姐 我想追貨 追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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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怕 一點點 你覺得我都很疾病了 不是 因為中興坦白說 我都說之前面對現實的 穿18元那些位置是要走貨的 你說現在它又厲害了 打得上去 但升幅也不是多 例如安尼華升幅上來 但它升幅也真的不算多 還有 其實在程度上 我想我們5G的發展 都真的要再 我覺得是要再觀察一下才行 它一定會說會加快發展 但問題是現在這麼多 好像這麼多滯閘開始 會不會有影響呢 這個我覺得是要留意的 所以變成中興這些股份 你只可以說 局勢好像好一點 但那個形態 甚至乎那個 那個 未來的發展 那些變數是大的 所以如果你問我現在 這些位置還要混不混貨 如果你本身 胡小姐 你高位 高位有貨的話 你說這些位置有彈藥的 你混混貨 我覺得可以考慮 但怎樣都可以 記住這次真的 穿18元這位置的話 都是要走貨 這個是一路我都覺得 穿這些大位的話 是要走的 這些不能撐的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買貨的話 我沒有甚麼意見 即是你選擇混合 沒有甚麼意見 但下面一定要以18元 做止洩位 但是要混貨的比例呢 沒有呀 胡小姐 有一千股 是呀 你也要混一千股 對 混一千股 嗯 好 但穿18元一定要止洩 胡小姐 另外 他們都講到 981今天都彈一些 是 又不可以叫死 但我想問一件事 很簡單 就好像按一下這些 今天打一成 你追不追 你按一下 我的同事都是 我都覺得今天打一成 好像是失去了一些機會 但問題是說 我給你多一天 好像我給你多一天 回到之前是甚麼 你買不買它 你的心買下去 你不會定的 因為這些股份 其實我程度上 就好像 還有你被人 一個現實情況就是 你都被人點了名字 都已經可以從華為的情況一樣的時間 你未來的發展 真的有很多 其實現在中芯的情況是否需要華為 好不可以這樣說 我想差不多了 真的差不多 你又不要說它差得很厲害 但是 之後的發展是很嚴峻的 不過問題是 有些說法就是 因為中芯這一次 特朗普政府那邊 是有點魯莽的 因為如果一做這樣做的話 變相之下 可能你說好像 Corpcoin那些公司 因為都是某程度上 他們供貨給中芯 如果你這樣計算的時間 就是可能他們本身的特意訂單 都是影響的 所以變成大家 其實沒有這些 國際社會裏面 一些叫做甚麼 國際的環境裏面 一定會有一些甚麼 就是有一利便一害的 但是 看看之後有沒有再談 突然間的時間去看的話 中芯面對著的挑戰是真是大 所以他彈也好 都不敢 Ronald 說 每次升上來追 贏的機會率會低一點 一定的 但不是 之前市場在衝上去的時候 反而在剛剛突破的股份 多拼幾棍都還可以 現在這個策略是否不再不 那看你怎樣撥發 因為現在說真的 很多股份的股值不是便宜 我覺得現在的情況有點不同 如果你要再破前個位的話 因為前個位也不是低的 要再破 當然形勢好像好 但你追的話 一定的撥率一定是差一點 反而我覺得Ronald 反而是要選一些 你覺得是業務前景 就是差距有個普的股份 例如呢 台積電這些 台積電我覺得就是 如果你看看現在的 很多的消息都說 那它的貨全部都 基本上都是 那些貨都斷了 以此那些貨是被人訂 那些訂單都滿了 那這些又真的不害怕 反而中國那些真的 隨時有機會被人搞 你不知道怎麼辦 是 所以這些如果真的安全 那麼台積電 甚至乎ASML 這些又一定沒有問題 是不是貴的 其實現在老實實有什麼不貴 每樣的股份 每樣都很貴 但是你要買一些貴得來 你買下去都會覺得 起碼不會那麼擔驚受怕的股份 那我覺得那些是OK的 另外呢 今天 先回答Ronald的問題 SQTSM 一回真的要買 真的要買 SQ 我也覺得SQ支付那邊 那些我都覺得 都還要再看 因為支付埋程度上 你那個 那個政策風險 其實是相對比較高的 但是你TSM 這些 你真是說話不好聽 全世界只有你做到某些東西的話 那你 你真是不需要的 我覺得現在這個世代開始就是說 你技術高的那些股份 其實你是一個叫壟斷的情況 那些變成你是貴的 等於好像你騰訊以前 我都說騰訊而已 你是貴的 但問題是 內地方面你都駐了一個市場 那這個就是你的價值 那TSM 你說是硬件方面的話 我覺得是做到這個效果 所以TSM 呢 它 怎樣都好 我覺得現在又不追著 我覺得Trump 的情況 我真的覺得是有些亂來的 昨晚這一下 但是如果他現在去社會的話 我會考慮這一個 然後你說5G plan 這個是真的 我都 我自己都沒有駐5G plan 我都沒有 真的 沒有什麼意欲去這樣做 4G 又不是不夠用 一來 還有現在 很明顯我覺得5G的發展 還有宣傳都不是很多 宣傳不是很多 我覺得是因為很多事情 真的在這一轉被疫情打停了 那些事情亂了 所以變成5G 其實你想回頭 就是去年年初 去年的時間 都說今年今年是5G 上年是今年今年 5G的元年 但是你竟然現在都沒有太生氣 沒有太生氣 是 還有 不過也順便說 現在有全新的Apple手機 iPhone 12 就會針對中國市場 制定一個特別版的iPhone 12 專門給大陸人 售價4,400元 但在功能性上 可能被本身的iPhone 12 縮了點水 有沒有機會這樣做呢 如果在這麼多 iPhone 12 又禁令 等等 又本身禁VChat 又禁TikTok 那些情況之下 定制版的iPhone 12 會不會是 即是你有張梁計 又有過場梯 那個想法 去轉一些這樣的 洞 我覺得蘋果是懂得玩的 懂得玩的是什麼呢 其實你整個iPhone 12 其實你給4G版 你的成本就自然會低一點 當然你的顏色一定是差一點 是啊 但問題是 我覺得他可能能感受到 你5G發展都沒有很久 你出一部4G版的話 至少都可以壓到你一兩年的時間 你出一部平板OK 我覺得這個策略正好 因為你想回頭 現在很多公司 每個都說什麼 出5G機的東西 說真一句 就像你說的 5G就有人用了 我現在用4G版的時間 你給5G是沒有意思的 是啊 但現在5G的機器 很貴 我出一部便宜的機板OK 它打回市場 不是打你5G那些 打4G 我覺得它那個 其實蘋果做事的方法 我覺得是合理的 等於你家間公司 你現在出5G手機 你以為它會飛也好 我都沒用 我都沒不住 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樣做 我覺得是什麼 買新機是恐怖的 看你怎樣考慮 如果你假設 你可能說出iPhone 12 是給5G的 其實沒有 變成你可以上台搞5G便行 但我的意思是 因為其實有什麼樣東西 5G和4G的分別 就是說 你的出道會更快 變相就是說 到時你可能有很多東西 你不用5G你不行了 等於當年4G一樣 你不用4G 你做不到那件事了 但問題是現在這一刻 如果你不轉 你不轉也好 你沒有一大大分別 問題是有一刻的時間 有些功能 你真的不轉 你搞不定的話 你便要轉 所以你買新機 沒有 我覺得 這部機便宜 如果這部新機 你買iPhone 12 是給4G沒什麼 嗯嗯嗯 好啊 消息是哪裏來 Ronald問金金的消息是哪裏來 為何每次都 升之前就已經買了一隻股份 是呀 金金 我哪裏說你癡 我哪裏那麼聰明 說你癡我買了自己 留意Stanley最新的消息 繼續看著我們的節目 我不一會是 我是喜歡看很多東西 但是 有時都 在這裏聊天 大家講一下 沒有東西 好啊 答案完問題了 Stanley 我們都要申報一下 有沒有前後上述提及的股份呢 有沒有呢 好像沒有 這些字好像沒有 好 謝謝 不是我說的 昨天是有人問我 我才講的 但是問題是 我昨天都 問心講我都不覺得 去買那麼多 所以去買那麼多 其實我都覺得是 我都很惡意的 所以不關我事的 不關我事的 講的是1415 高位電子 今天升很多 所以今天要做功課 抵你贏的 嗯 好 恭喜各位 賺錢的朋友 大家有股票問題 也可以繼續打電話上來的 這支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和Stanley談到這裏 Stanley沒有持有 上述提及股份的 我們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回來再見